好,我們今天就上課 大家會奇怪,為何今天有題目方面轉了少少 在王sir下不舒服,就用來講孔子和論語 分兩部份,第一就是講孔子,智聖先師 我們中國最偉大的老師,也在思想方面 影響後世最深的一位孔子 我們看他的論語中,其中一篇就是為政篇 在論語中排第二 首先講孔子這個人,的確是有這個人 有些老子的身份,博索為理 莊子、列子、其他那些都沒有孔子那麼詳細 其實做得那麼詳細 孔子就是在大約距離現在2500年前出生的 我們都很幸運,仍然可以看得到孔子自己 所以當時這本論語這本書也是我們中國文字的特別之處 我記得我們上幾講講過英國的沙士比亞 又講過密爾頓的實樂園 都不過是距離現在四五百年五六百年的作品 已經看到大家頭大了想死 那些英文幾百年而已 但是,論語裡面有一些文字 仍然可以大家今天一看 一樣看得懂的 二千多年,你說厲害嗎? 論語裡面有一些字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 平常講話都經常用的 就是出自論語的,孔子錯誤 例如我講幾句 小不忍則亂大謀,任重而道遠,柳木不可雕也,三人行必有我思,吾三省吾身,既往不教,不似下文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平常常用的成語來的,是二千五百年前的說話來的 孔子應該屬於東周的時候的人 西周的時候,東周應該是東周 由西周變為東周 周朝就是前時代後差不多有八百多年 孔子就是中期 而亦都因為孔子本人編了一本歷史書 相傳是他國系,是他寫的,叫做春秋 於是孔子將這段時間,後人將這段時間記載叫做春秋時代 其實就是由西周至東周 東周那幾百年的上部分就叫做春秋時代 而下部分就叫做戰國時代 因為孔子寫這本書春秋是有這個典故的 孔子本身就是魯國人 他的祖先就在宋國那裡來的 他的祖先都是知書色違的 都是曾經在皇家那裡做過事的 但是孔子本人如果說今時今日用命理來說 他的命的認真是差的,是差到不得了的 他的父親叫做宋良鴨 大家很奇怪,為何孔子的父親姓叔呢 不是,以前的人記名的方法就是這樣的 他父親叫做孔子,叫做宋良鴨 他父親叫做孔子 叫做宋良鴨 他叫做宋良鴨 他叫做宋良鴨 我自己英文是英文 孔子有英文名的,孔子叫Johnny 誰給的 我給的 那名字有個很奇怪的 孔子姓邱,名中理 姓邱,姓邱,姓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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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邱,姓邱,姓邱,姓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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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時娶了一個老婆,這個老婆生了八、九個女兒,都是女兒,於是他爸爸就娶多一個老婆,一個小老婆,生了一個兒子,兒子是跛腳的,不良於行,這個又不是一個好的兒子。 到了嫂子,七十幾歲的時候,就跟一個十幾歲的女兒結合了,這個女兒也有個名字,叫什麼名字呢? 文貞在,孔子媽媽的名字叫做文貞在, 文貞在,是,生了孔子,史書就說孔子的爸爸和文貞在孔子的生母,惹合。 文貞在,孔子,梁孔子,裙子。 十七八歲就算了,很年輕。 為什麼叫惹合呢?有幾個解釋,有些二人說,他們兩個人沒有經過媒隱介潮, 雖然,不經過正常禮節,而結婚而結合,叫做惹合。 又有个说法就是两个人的年纪相差太远 根据以前的礼法 一个男人这么老就不应该再去草老婆了 有不适合礼节的东西就叫做野俠 第三个说法当然就是野俠就是两个人搞事 搞事就搞了出来 孔子就出生了没多久了 两三年之后他爸爸就死了 妈妈就也不是很长命 孔子就是他自己说的 吴少也贱 他小孩的时候是很贱 贱就是说不是得到很好的爱护 地位又低 顾多能彼时 所以很多的习务家头世务 一般的操纵东西他都懂 关于孔子的记忆的话 当然最可靠的就是论语 论语的二十篇 全部都是孔子的语录 这二十篇就大致上分为上篇和下篇 上篇有十篇下篇都有十篇 相传说都是孔子死了之后 他的弟子是拿一些私人的笔记 孔子平时是讲书的 和弟子讲的 弟子方面有做笔记的 拿一些笔记出来就编辑成为一套 现在估论来说是起码是孔子死了之后五六十年 现在的所谓论语才偏偏埋卖 有这本的所谓论语 当我说一本论语就不是一本 那时候也不是有纸 都是用竹简木简的一堆堆的东西就刻在上面 论语二十篇每一篇都有个名字 譬如第一篇就叫《学而》 第二篇就叫《遗政》 大家不要以为遗政整篇讲政治的东西就不是 是的 当时编书的方法就是每一张头那两个字 就拿出来做这篇的名字 譬如第一章《学而而是》 《习之》 《不认月乎》 叫《学而》 第二篇只叫《遗政以德》 叫《遗政》 就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的研究来说 上十篇是比较可靠 比较可靠 相信都是孔子 当时是这么说 是相当忠实的纪录 而后面那十篇是比较杂一些 比较乱一些 可能是孔子的弟子 或者孔子的弟子的弟子 在编辑方面 在编辑方面 是有些加了一些东西 这样就比较不可靠 如果我们现在看完论语 有些看得明白 有些就不太看得明白 就需要解释 因为古书来说二千多年前 现在来看有一个距离 而古人写书 有很多的形式 我们都要适应一下 例如用很多的字 比较少用的字 这是第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 就是古时有些字 是一个字有几个意思 或者一个字 作为几个字的用处 这是古书的 这里给我们看看古书 是最后要留意的 我给几个例子 看看 这个匪 有时候看到这个匪 你不要以为匪徒的匪 其实就是匪 匪的 有时候看到这个蛇 就是这个蛇 来的 大家要识一下读 书很多时候是这个 古人的著书 或者是黑书 印书 同音就算数 有时候几求疲 现在就会比较严格一些 还加了这些偏旁 字语就比较清楚一些 经常有这些例子 有时候就是 中文就很差 有时候就是 跟英文就不同 一个句子里面 没有一个叫做 subject 没有的 谁说这些东西 你就不知道 被动主动 有时候又不清楚 时态方面 现在进行识 或者过去识 或者将来识 也没有的 数量方面 就不会像英文那样 plural singular 就要多个s 中文又没有 有时候一句 就已经解释了 所以今天我们 读这个论议的时候 很多句子 都是后人有几个解释 我就逐一 就告诉大家 我私人就不会说 我认为这个最对的 我又不会这样 但是大家私人串取 举个例子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比如说孔子有 有 乱东西就这么说 好 大家好 有一个印象 孔子晚年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一生人 有些 不是很成功 不是完全成功 于是感叹 不道不行义 乘呼浮于海 这句是为什么呢 不道 是我走的道路 我说的东西 我所信仰的意念 都可以的 不行义 不行得通 可以解释 串串串串串串 你可以有七八个解释出来 古人将这些东西 这个又这么说 那个又这么说 所以有不同家的所谓 我认为住所 我认为这么说 就对 有些人就认为 我认为这么说 之对 另外住方面 当然是住 有些人 这个住都未够详细 我要再住这个住 这些住 这不就叫做疏 疏 现在说一下 论语住疏 厚厚一大本 哇 死了 论语本身是一万二千个字 但里面都不知道多少个字 因为历朝孔子是很厉害 力又处 他又处 住住到 越对越处越多 论语的记载 是大约到战火 就已经成书了 但是经过秦始皇 焚书云之后 就大事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好在古人就是这样的 古代的人 识字的人都不是那么多 印书 黑书 成本很高的 于是他们怎样 念了它 念了 等到秦始皇 落摩陀之后 就到汉朝 汉朝那时候 那些人就 将那些书 念回来 整本念回来 汉朝也是 开始发明了造子 开始有印刷 这件事 开始有印论语 当时呢 论语是分了几家 第一家 是老国那些人 老国就是孔子于自己的地头 那些人是比较亲切一些 他的弟子很多都是老国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就念了一套论语出来 齐国那些人 也念了一套论语出来 大家 好像都是 有些同 有些又不同 那样 还没有复杂 这些人 这些呢 就叫做金文 金文的经典 就是现在 modern language 汉朝当时的金文经典 但是也都在老国那里 有个人叫鸿安国 他呢 就 他呢 将孔子 好像是住过的地方 就拆了他的房子 自己建了自己的房子 居然在房子里面 找到孔子以前的弟子 黑造在竹箱木箱里面 藏了一幅墙里面 因为要避开秦始皇 焚书乞虞 说他们害怕 黑土塞 翁鬼无墙 结果又发现了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不是用当时的文字写的 是用再之前的 那些叫科斗文写的 科斗文 即是那些字 好像这样 不像现在的死方方 这些是古文 古文的经典 也有些不同 不可能完全同 也不可能完全不同 也不可能完全不同 但是刀刀漢朝 一直有人整理 整理 整理 几个大的学问家 例如郑元 例如马庸 这些都开始注这个论 因为刀武帝 要听董总书说 霸绝伯家 独尊如述 儒家地位提高 儒家地位提高 儒家的大宗司孔子 的地位更加是提高 至姓先知 很多人在注 一路去到漢朝之后 就是三国 三国有人叫何雁 番凯 或议 也没有 他是司馬昭的樂府,司馬昭之心就是路人皆見,這是奸臣 將曹丕成立的魏朝,魏,散了,變為盡了,就是王叔 有些關係,這兩家主要是河眼,第一次將這個論語整理 將它鑄得完整整,一路歷朝一路來都有,唐朝也有 去到宋朝,宋朝的大學問家朱熙,把論語,盲子,還有禮記 抽了兩篇出來,一邊叫大學,一邊叫中庸,四書 四書這個名字是由朱熙定出來的,四書,大家經常說 四書五經,四書五經,四書就是這四本,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這四本,朱熙本人又將他自己的心得又寫下去,叫四書雜誅 是,是,再一路又傳到清朝,清朝有一個劉寶藍,劉寶藍 要如請你,又請你半主要援逞水至仙越後就這樣, 將國家的住價又加進去,nezana,現在之下競爭二, slate, 论语搞得这么滚瓜懒醋 这些论语特别是这样 我们今时今日了解孔子的学说 孔子的为人似乎最可靠的都是靠这个论语 关于孔子的生平主要是靠史记司马迁 帮孔子写的传就叫孔子世家 司马迁将孔子提升一级 孔子当时的身份虽然他先世都是士大夫 但也不算是贵族 孔子本来更是平民的老师 根据司马迁孔子史记的体制 只有贵族皇亲国戚才可以进入世家 但是他将孔子的地位提供 就将他叫孔子世家 司马迁有这些东西 例如项语 他是项语本纪 即是当他是皇帝那样写的 还有 还有 纵离 帝子列传 就是说孔子学生 孔子学生 我们会很熟 如果看得论语多 就对这些人很熟 但是司马迁根据当时他有的零零碎碎的资料 厚厚相传的传说 后人又有些人研究 但是史记孔子世家里面有些什么不对 也是咬得很厉害的 都不出奇的 因为孔子马迁距离孔子已经差不多四五百年的时间 四五百年前的事 你写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东西是凭想象 有想当言义 或者传诗方面 传到错了 都不出奇的 还有一本 叫孔子家宇 孔子家宇 也是说孔子的生活 这本书 听说汉朝那时候已经有了 但是那个原本 就已经失传了 现在有的孔子家宇 就是这个人 朱就成了孙 加上他的朱 后世就说很多东西是讲故事的 是这个人加上去的 有人就说信 有人就说不信 信的人就说 你看孔子家宇很多东西 论语里面有类似记载的 所以他就是真的 这件事你可以到处来说 有些事情没有说 你当他是不是真的 都很有可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 你觉得不出奇 至于孔子 为什么叫孔幽呢 就有一个说法 就跟孔子本身的出身有关系 有一个故事 就说孔子母亲 在生他之前 或生他之后 曾经去过一个地方 叫做黎幽 那里就是向上冲 就是土告 所以孔子就叫做黎 叫做邱 他的字叫做黎 仲黎呢 他是第二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通常都叫做伯 第二个儿子叫做仲 第三个叫做叔 所以他叫仲黎 那这个是传说一 传说二呢 就跟孔子本身的体型有关系的 相传说孔子身长九尺六寸 以前那些尺呢 不是那么包庇 以前周朝那些尺一尺就是八寸的 一尺只有八寸 一成八 另外周朝那些尺呢 若黎等于 现在的1.9cm 19mm 都不够 不够英寸一寸 英寸一寸就是2.5 1.9 所以换算上来 孔子的体高 应该是类似现在的180 高过少少 180 5尺11 180 180不是很高 很多人都很高 但是当时 可能人的体型 已经是相当之高 高到矽形 高佬 我不出奇 孔子是山东人 山东 老国是山东 高佬很高 孔子还不得意 所以说 头头呢 是套上去的 头壳顶 不是老笋 没生完 老笋套上去 套上去的地方 就叫做幽 这叫做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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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幽 孔子的命如何不好呢,他爸爸生那麼多是為福祉,出生沒有多久,見到老爸,老爸已經死了,媽媽很快又沒有了 他自己本人在大約二十歲的時候結婚了,他太太的事就不是很多記載,只是知道紀律婚沒多久一年就生了一個兒子,孔利 根據這個名字,有史書又作故事,說當時孔子有三個兒子,老國的國軍送了一條鯉魚給他,所以他的兒子叫做孔利 孔利的名字,大家可以猜到了,大兒子,智芳魚 孔子,這個兒子呢,是孔子死之前,大約73歲死,大約是孔子70歲的時候,孔子死兒子 喪子,喪子,差不多那一兩年時間,孔子也是死了他最愛最傑出的徒弟 孔子,孔子是非常傷心的,孔子覺得,曾經和弟子互相聊天的時候,覺得 孔淵的德行高,又聰明,孔淵比我更輕,結果,孔淵是死於營養不良 孔淵是小過孔子,大約40歲,孔子晚年收過徒弟以為正,收過年輕的徒弟以為正 孔淵,誰知道他用不著命,顏於德行高,孔孫父母,兩種事都好 可惜就不懂得賺錢,經常都沒有食物,居留巷,住劏房 一單吃,一瓢飲,吃些很簡單的食物,有餐吃又沒有餐吃,喝就喝清水 但他不改其樂,他的特行一樣很好,終於29歲的時候癌痕 他的頭髮就像井伯那樣白了,29歲白頭,30歲就死了 在晚年70歲的時候,非常不開心,死了個兒子,死了個最好的徒弟 還有一個不好的預兆,就是國際局勢,世界局勢越來越亂,沒有和平 而老國是有些人就在野外打獵,逐多一個歲獸,奇倫 奇倫是歲獸,那麼吉祥的動物,居落在人類的手,還嚼急,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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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因為碎秋情終於是很不開心 於是孔子在寫著那本《春秋》 孔子絕不不寫了 以後都不寫了 第一可能是老了 第二是失意 第三是不開心 於是就不寫這個《春秋》 於是孔子大約73歲左右 他自己都死了 孔子死了之後 孔子有一個遺福子 遺福子叫孔級 是他死了之後出生的 這個就出名了 有些人讀子氏 他出生的時候孔子當然已經死了 他應該是跟孔子的徒弟 學這個學問 又經過紀傳之後 聽廣話 追回那個源流 當然是後來的 以姓先師就是孔子 阿姓就是孔子 除了孔子之外 這個也是姓人的了 就說孔子曾經跟過孔子的孫子的徒弟 學過夜 孔子是子師的門人的徒弟 就是這樣說 大家說就信了 孔子自己的生平自信 下面有一句話 大家都知道 第四段 十有五而至於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拍 這個慢慢會說 就說孔子小時候 就是貧賤 家頭世磨 可能斬柴燒燒水 都要學 學很多這些 但真正尚力去學正式高尚的學問 是十五歲的時候 十五歲 他自己十五歲開始就有志於學 否則讀書學了幾年之後 已經是有所成 大約二十歲左右 已經有些名氣了 已經有些名氣了 當時老國有個大夫 跟他兒子說 是否之前 孔子當時 雖然未做過官 就在官府裏面 做一個小小的民職 這個史記裏面說 有些渣男的 做民職 不算是做官的 做一個小小的民職 是做什麼呢 是管理倉庫 管理一些器具 負責看一些畜牧的東西 即是怎樣算 那些養的生畜 這些是比較低級的政府工作 孔子也做這些事情 孔子到了二十幾歲的時候 已經開始是 學問德了 德就收徒弟 開始收他比較早期的徒弟 這一班早期徒弟 例如哪些呢 諄人 枉淵 或者氏妹的父 另外一名曾甄 曾祖 祖島 曾子 是調孔子的那是孔子的老爸 叫做爭點 怎麼這麼說 Gambia 孔子好像有講 一路收徒弟,三、四十岁又收,五、五十岁又收,一路到晚年都收徒弟,很多在论义里面出现了。 听说孔子有前节那后一世人收过三千个徒弟,我们小时候写大字簿说,上大人孔月己,化三千,七十二, 听说七十二,七十二徒弟。 即是说,前后孔子一生人收过几千个学生,而能够精通绿绿者就有七十二个绿绿。 绿艺,六种的才能,六种的学问。 能够精通这六种东西,孔子六样,六样也搞的,就有七十二个, 如果经常在论书里面出现了孔子论学的,就有十几十个。 哪一绿绿? 例,就是典章制度。 恶,就是音乐,射,射箭,鱼,驾驭马车,书,是写东西,数,是数学。 当时来说,是一种通才的教育,精通绿已经不简单了。 所以孔子本身都曾经做到官,做到差不多都挺高级的, 做到大师寇,大师寇,是老国,有个国君是想出去给他做大师寇, 和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差不多做到代理宰相的位置。 这段时间大约是一两年的时间, 孔子一生人大约是五十多岁的时候, 最风光的时候,他的学问也是得到发挥, 但之后也是因为政治方面的斗争, 孔子不能安于其位,就要不租官位, 再继续去周游列国,希望自己的学问, 在老国行不到,在第二个家, 我又行得通,曾经去过几年, 都转转,都是不行, 又要回回老国,差不多五十多,六十岁, 孔子就专心教育,继续整理这个典籍, 例如将以前的文学,历史那些,最出名的就是《诗经》, 孔子整理这个《诗经》,将以前流传的《诗经》整理过, 将它三三折折,由过千首,变为三百零五首, 就是今天来到的,所谓《诗经》,四书五经其中一本《诗经》,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最风光的那件事, 就是在他大约五十岁时,陪伴老国的国君出去, 跟齐国的国君说话,好像现在刘鹤去见啊, 见啊,Donald Trump那样去说话, 途中也是经过一些调兵遣将, 于是结果是圆满的, 将齐国以前霸占了老国的土地, 归还给老国, 大家有没有看过周元化做那套戏, 叫孔子? 有没有看过? 找来看看, 应该在网上可以找到的, 这一幕就是周元化做孔子, 将这一段是大讲特讲的, 没办法,周游列国, 孔子除了在老国做得不开心, 有去过韦国, 郑国, 去过楚国, 那些人都是, 只有我讲字, 曾经都出过几件, 历史上比较传重一时的事, 孔子曾经去到韦国, 只有隔壁左右, 韦国这些都不算是很大的国, 中等,中等为少型的国家, 去到一个地方, 叫做康, 康城, 康城的人看到孔子, 哇,还不是他, 用他, 小打孔子, 为什麽呢? 孔子高, 以前老国有一个人的权臣, 叫做杨虎, 杨虎曾经, 不知带兵还是什么, 就去欺负过康这里的人, 所以康这里的人, 很厉害杨虎, 看到孔子这么高, 这个高老实是他, 就以为孔子就是杨虎, 想去打孔子, 这是其中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孔子在郑国当时, 曾经被那些暴民攻击, 和那些徒弟失散了, 孔子一个人在城外, 就走起来, 不知怎样, 那些徒弟就周围问人, 喂, 见不见我老师呀? 见不见我老师呀? 谁是你老师呀? 就说孔子的样子, 高佬, 噢, 那个人, 在城外那些走走走走走, 好似什么东西? 那形容他, 那同学徒弟就去找他吧, 孔子就, 哎呀, 我见到你真的好, 看到盐梅 我还以为你死了 盐梅说 老师你在这里,我怎么敢死啊 徒弟又说学给孔子听 老师,老师,老师 那些人说你像桑家犬 孔子没有生气,孔子有点阴霉感 狗,人和狗是不太相似的 不过你说过形态 我真的相似 言哉,言哉,孔子说 自己都认的 是,是,是 我一直笑,我一直说 说了两次,言哉,言哉 还有一件事出名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 孔子也在陈 在陈国发生的事 有一次孔子去 认这个楚王的枯照 叫他去楚国那里 说有些事关照他 找他做 他带着陈太进去 结果去到陈国的时候 因为陈国 陈 我只有孔子 不让他去楚国去帮他们 不想他 于是孔子和那里 一是围困 围困到什么 是七日没东西吃 是绝粮 七日不吃东西 但是孔子仍然是 还继续帮徒弟在路边说书 就是这样说 最终之派了一个最会说话的人 子公 单人匹马去见楚王 楚王就派人来 护送他们 他们才可以脱险 才可以有饭开 他说孔子的徒弟 历史书来说 有所谓孔门十节 有十个最出色的徒弟 德行方面 有韩梅 敏子迁 敏子迁有个故事 大家看到没有 孝子来的 被后母虐待大 他就是瞞着他爸爸 就不说后母的坏话 这个 出名的 厌白牛 这个也是 伯父的伯 厌白牛 还有这个仲公 这几个人是 特行方面出色人 言语方面 有个人叫宰我 就是你我我 我字 宰我 子公 这个是出名的 是外交家 当时的诸侯 若要收纳人才 孔子是当时 有个最出名的先生 他的学生 出名有学问的 很多时候 在孔子的学生里面 挑选人 去做官 很多人 在诸侯那里做到 相当高居的位置 孔子自己做不到 他们做到 子公 子公又出名了 擅长动外交 刚才说的 陈塞这件事 就派了子公 去说话 子公本身 是一个炒家 炒家 就是那些 见低就买 见高就买 那些 做投机很厉害 他做到经商 智富有道 孔子赚他的 买亲都中的 他买汇丰 汇丰就起了 亦就是中 投亲女都中的 那就自共了 政治方面 一个叫二五球 一个叫子劳 子劳 是孔子 孔子很喜欢的徒弟 子劳 稍后会说 子劳 子劳也是一个 勇猛的人 有些冲动 经常就是出来 保护孔子 例如说孔子被人围困的时候 立刻拿鞋子 就出去打 孔子禁止他 不让他打 这个就是子劳 但是子劳后来 就做官 在韦国那里 帮了一个大夫 结果在政治斗争那时 是被敌军斩成肉仗 因为 恨他 对面的敌人 杀了他之后 还要将他 切到看 He 變成了免治牛肉 孔子听到这些 以后不吃免治牛肉饭 真的 不能吃牛肉 因為徒弟死得這麼慘 另外文學方面 因為孔子教禮樂、社義、書素 都要包含文學的東西 有此後此下這兩個人才做文學 關於孔子的生平 都講了差不多40分鐘 我們就講書了 或者我們先這樣 分開幾段 幾段幾段的讀 然後幾段幾段的解釋 或者一二三段請誰幫我讀呢 不如叫孫育方幫他讀 不行 先讀 你以為坐在後面就不會叫你 你看看 奉孔子老國人 不是 此若為政已得 論語第幾頁 後面 論語為政第二 在這裡 我幫你做 我幫你做 你幫我做 我幫你做 你幫我做 這個是地面 這個勇救家人 地面 一二三 一二三 好 大家在論語那裡 唯正第二 看不見到 你站在後面 第一 看不見到 見到 見到 正文了 大家看不見到 看不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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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 思三百 一言以蔽之 一言以蔽之 若思無邪 若思無邪 第三 子若 道之以正 齊之以形 文免而無恥 文免而無恥 道之以得 道之以得 齊之以禮 齊之以禮 有此且隔 有此且隔 好 多謝 David 逐段欣賞一下公子說什麼 只若為政而得 所以這篇論語這個chapter 就叫為政篇 就是這個意思 是 其實你看下去 不是每一句都說政治的東西 只若 老師這樣說 字語綠色 為政以得 欺若北臣 北臣 就是北極聲 北極聲 有一個特別的形態 就是 他旁邊有很多星圍圍著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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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說 作為統治者 我們施政的時候 是要根據這個道德 根據這個道德 做好榜樣 本身要有德 你的政策 是容易推行 民眾才能夠接受 這件事 很對 就好似 北極聲 居其所 在他自己的位置 居其所 而眾聲 共之 這個共子 作為這個字 共之 眾聲共之 一個 做統治者的人 仍然是需要他下面的群眾 或者身邊的臣子 來幫他 幫助他 一個孤單的君王 自己說了事的 未必是好的 一定要有人幫他手 大家 身在今天 看回今天的社會 那些極權的國家 一個人說話 說了事 不聽別人說 那 就 統治的道理是違反了 這也是很常識的說法 第二 說 《詩三百》 《詩三百》 《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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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份就是封,即是民歌,第二就是雅,另外有分大雅小雅,就是國家需要有什麼儀式的時候,所用的音樂,所用的詩歌, 有些在宗廟裏製自先人,那些詩歌叫做封雅族,這三種,當然現在來看,文學的意味最高的就是民歌, 孔子就把他收集,把他認為好的就表出來,不好的就刪了他,有什麼需要刪的呢,他認為那些作風又不好,捨得水準又不夠高,那些叫刪了他,因為孔子成了這本司機, 他認為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風,有什麼鄭峰,有什麼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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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兩個很出名的,就是鄭惠之峰,鄭峰和惠峰, 就是因為很多是歌仲青年男女的愛情,所以以前就說他, 不過孔子都留了一部分,好在人留了一部分,成為今日詩詩經裡面, 是歌仲青年男女的愛情,那些文歌,那些文歌, 孔子就刪詩經,有一個原則,就是要正正黨黨,所以他說,一言以弊之,總括來說, 總括來說,思想方面,是沒有邪,邪者不正,不正就叫邪, 經過他改過,刪過,編輯過的三百,偏偏都好, 原來不算這些,都是比較正式一些,比較好一些的, 第三個,子若,道之以正,齊之以刑,文面而無恥, 這裏比較難理解的,什麼核濕呢? 道之以正,齊之以刑,這個道和齊都是動詞來的, 這句開始就開始講政治,政治, 為什麼好像沒有冷氣一樣? 我們按一下去哪裏? 有嗎? 去搞一搞它 靖,什麼叫正呢? 孔子層在論語裡有一段說過,正者,正也,正正當當的, 恐支層圖厭有一段說過,正人,正當當的, 我們分享一個古文字的結構 政治是由兩個字所組成的 這個不是文字 如果這個叫做撲字 其實就是這個 大家如果查字典 這個成為一個部首 撲字邊 普通話叫做撲 是一個手的形態 有所為 有所動作 做一些東西 很多字都可以用這個邊 例如是甚麼 大家 好嗎 好嗎 修字,攻打是攻字,改東西是改,放,救,打開廠,敲你的頭,都是這樣 這邊多數都是拿個音的 正字可以說,你當它拿個音是一個形聲字,如果你當它是一個會議字,例如這樣解釋 不僅是正的音,是有正的意思,用手,日,做一些行為,正正當當的,就叫做程客 可以這樣解釋,而這個道字是作為一個動詞來用的,如果我加這個,大家就明白了 如果我們只是用一些章情啊,分事啊,instruction那些來叫民眾來做事,用刑法來管束他們,齊,原本是 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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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管束,用刑法來管束 應該做的事情說給你做,你要做,不應該做的事情你做呢,我就罰你,這樣就叫齊之以刑 應該做叫你做,就叫道之以正,叫你不要做,你也做,就罰你,這樣就叫齊之以刑 那好不好?孔子說,不是那麼好,為何不是那麼好? 問免而無恥,免的意思是走法律拿,騙得就騙了 免於刑罰,隨便不受罰,我就去找些方法來搞定他 人民就會這樣,因為你刑罰,怕你罰我,而無恥,沒有羞恥之心 他都不覺得是不對的,只是怕你罰,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問免而無恥,走空蕩,但如果不是這樣,下面都三句 道之以丹,齊之以禮,有此且格 若果我們領導這個群眾,是用道德,以身作則,領袖本人 將重合道德,感化這個民眾,也是跟著這個道德來做 而用這個,禮,不是這個形化的,用禮,禮是什麼呢? 是大家需要遵行的,大家好的,法則,現在的術語來說呢, 就是大家,政府和民眾呢,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價值 大家信奉這個東西,用德和禮,來統治這個民眾 於是結果會怎樣呢?有此,民眾做的事情是對的呢? 他是發自內心的,覺得,如果這樣做的話呢,是羞恥的,他不做 他不是怕你罰他,他自己都不想做,且格,是深入誠服,是有一個形格在那裡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孔子是不贊成用這個形進化,而用這個禮教,用道德來感化這個群眾 或者是你說的話,這件事是不是比較迂腐一些,希望做到而已,又未必做到的 於是呢,就是後來呢,就是所謂的法家,聽說,中國就出名過幾個法家 就是韓非呀,利斯呀,各個那些人呢,都是出自孔子的再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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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孫子 孫子是注重這個禮教,但最後就發自成了這個法家 而這個漢朝呢,漢武帝就算是讀專儀術,其實呢,歷朝來講漢朝之後呢,中國呢,表面上是儒家 如果是開科取士呀,叫那些人來考試呀,都是考這個四書五經 即使實際上帝王所用的,所做的那套東西呢,都是法家 有這樣的說法啦 接著呢,就第四段了 只若吳十有,吳而至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華 剛才講過了,孔子就是小時候呢,做粗重的東西呀,斬柴呀,擔水呀,這些東西 真正正十五歲開始呢,是研究這個學問啦 孔子研究的學問,主要是研究周朝的禮樂,周朝 孔子本身呢,是東周的人 由西周,就變成東周,周之前呢,就是這個,雙朝 是的,雙朝之前呢,就下,天國下,天國下,那原來是怎樣來的呢 大雨至水的那個雨啦,大雨至水的那個雨啦 聽說在雨之前呢,姚啊,信啊,都是天下的帝位呢 就是那個領導人呢,就不是說父存子的 都是在民間啊,周圍啊,看看有什麼有才能的人呢 將那個帝位是禪讓給他的,哎,你有你有道德,給你來做吧 不是傳給兒子的 那麼到了雙朝呢,就可知不是了 輕忠递及了,大哥死了給弟弟,弟弟死了又給下一個弟弟 到了死清死光呢,又給其中一個兒子 然後就是這樣,到了雙朝,最後一個皇帝大家都知道了 咒王,因為咒王荒仁無盜,當時有個歸族 有個歸族,有個歸族 記,記槍啊,記槍就因為得罪了咒王,得罪了咒王就要放族出去 還有機槍的兒子,機槍,起兵,討伐朱王,死於烈火之中 就這樣說,由這個機槍創立了周朝 那麼激發自己呢,在歷史上就叫周武王 就追封回這個老爸,就叫周文王 那歷史就是這樣的,文王本身就沒有做過皇帝 他已經死去了,周武王就是張朝死去過君主 幫助周武王,那天下那個人呢,姜太公,姜太公 又名姜上,封在那個地方呢,其實是一個女地方 所以有人叫女上 打打贏了周王呢,張天下就分封 那就是中國的封建制度,但經常說封建,封建呢 就是這裡開始的,周朝開始的封建 對方就是齊國,所以齊國,他的國軍個個都姓姜 姜,姜的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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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 小白 另外一支是同性的 應該是因為周武王的命都不太長 立了國之後就不太長 就死了 由他兒子出來做成雞 因為這個弟弟太小了 周武王的弟弟 周公是輔助這個侄 來自你天下 以周公彈的封地 就是老國 齊老之地 都在今天中國的山東 大家都加利輪赦 但是那個國力齊國是大很多的 老國就是小 但是老國因為是周公 周公的後人 所以就是所謂 很多時候周朝的禮樂 典章制度都是周公 來創立的 而老國保存了以往的歷史文物 典章制度、禮儀方面 一人保存得最好 孔子是老國人 所以就是自己熟悉的 孔子最推崇的周公 孔子發夢經常見周公 就是這樣 孔子時時發夢見到周公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這個人去見周公 就是說他發夢經常見到 孔子當時就是因為 周朝的秩序已經是原版 周朝將自己的國都全部封出去 超過一百個的諸侯 一百個 很多個 自己只是守著京城的一部分 最初大家是親戚、功臣 就給面子 整整整整之後 過了幾十年 一百幾十年 你打好我打你 就欠利益、欠地盤 這又欠那又欠 起兵打 道德又敗壞 為了上帝位 子殺老爸又有 弟弟殺大哥又有 就是一個亂世 在春秋時間已經經常打仗 國際上打仗 而周朝本身 所謂周天子 名義上就是天下間的共主 最大 其實他手上是沒有權 不是很大權 還要被諸侯欺他 孔子在這個時間 覺得禮惡方面是喪失 道德又淪亡 所以孔子提倡一件事 是復古來創新 回復周公 以前的禮惡 道德教訓 來應付現在的亂世 以復古為創新 所以他最推崇到周公 而孔子就是他自己 本身也是以周公的繼承人 來自居 其實孔子去到二、三十歲的時候 已經是博有聲明了 當時有個老國的大夫 臨死的時候 叫孟希子 孟希子 孟希子 就把自己的兒子送去給孔子 做孔子的學生 應該會出現在論語裡面 好像三十歲左右 已經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學問家 所以三十而辣 四十而不惑 到四十歲 他積累了一些人生經驗 學問又有一回事的時候 他就對這個世界 就是淋淋種種不同的學問 都不會受到他迷惑 他自己自成一家 五十而知天命 到五十歲再加上人生的經驗 出來從政的所受到的挫折 開始知道這個人道 和天命之間的關係 有時候人想做的事 又做不到 是不是在天 有一個不同的問題 一知天命 知道如何適應 六十而以信 到六十歲 都化了 都化了 就算世界上有什麼 和自己的學問 理論 思想很不同的話 都不會覺得非常之 感覺到很生氣 也開始覺得 都沒有所謂能夠接受 到了七十歲 而從心所欲 從心所欲 就不是說他喜歡做什麼 就做什麼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我想做的事 自自然做出來 都合乎這個規矩 不預計 不會超過了這個道德 做什麼事情 知自然就對了 不會做錯事 這就是孔子自己 自述他自己一生 為學為證 修身的過程 我們講完第五段 不如我們休息一下 孟義子問一下 孟義子就是孟希子的兒子 孟義子帶著他兒子 兩父子一起跟公司學習 下一段歌叫孟姆伯 這兩個是父子關係 下面第五段 就是講孝道 不是講政治 孟義子問孝 老師 什麼叫孝 孔子只答兩個字 這就是很多後世 很多解釋 孔子說 不要違背 不要做錯事 不要出軌 論語中沒有講孟義子 聽完這兩個字之後 有什麼反應 之後會怎樣 我就不知道 然後有一段 可能孔子跟他講完之後 就走了 由他一個學生 就叫范馳 就幫孔子開馬車 裝置孔子 孔子就跟范馳說 孟孫問孝於我 我對若無謂 范馳這個學生 在孔子的論語中 都出現了幾次 就不是一個很聰明 很聰明的學生 是一個中心的徒弟 他幫孔子開車 孔子就故意告訴他 孔子 是一個很聰明的 是一個中心的徒弟 他幫孔子開車 孔子就故意告訴他 孔子 剛才孟孫 孟子就是孟子 孟子 就問過我 什麼叫做孝 我就告訴他 無謂 不要違背 范馳姐姐又說 何為也 那就是怎樣 問得好 如果他不這樣問 論語就好就停了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孔子亮 因為這個徒弟的資質太低 跟他說實際一點的事情 生事之以禮 你父母在生的時候 你對父母 遵從子女對父母的禮節 例如什麼呢 大家可以猜到 講話又要溫文 平時的做足 見到父母之後 就要講早晨 吃飯又叫爸爸吃飯 這類的事情 以之以禮 死 葬之以禮 死了之後 祭之以禮 例如是忌晨 或者不知道有沒有 習俗 清明 那些人 要拜祭先人 要祭先禮 所以他都跟著禮 所謂禮的事情 就是 一種規範 要是這樣做 但孔子講禮 就不是純粹規範 要出自內心 心悦成福來做的 來跟隨這個禮 才是一種有意義的 的行為 孔子就是這樣 所以孔子教學生 有時 很多時候學生 是問同一件事 但孔子會給不同的答案 那這個是關乎孔子的所謂 他的教育哲學 他有教無類 什麼學生 蠢的 聰明的 只要你肯跟孔子 孔子都會收你做學生 當然那個先決條 應該要交學費 我當時交學費 不是給錢的 是給幾抽獄 立獄 立獄 這樣就可以了 他是恩財私教的 不同的徒弟 是給不同的答案的 這個日文校 那個日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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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答案都不同 根據徒弟本身的環境 知識來回答 所以大家要觸摸 這件事 因為范池本身知識低 所以孔子比較實在一點 父母有生的時候應該怎樣 父母死的時候應該怎樣 死完之後很長時間 祭治方面應該怎樣 孔子也要講明 比較實在一點 我們講完第六段 因為講那個孔的意思 就是講他的兒子孔武伯 孔武伯又問孔子 老爸孔兒子又問孔子 孔子又孔子 什麼叫孔子 孔子就說 孔子就說 父母為其侄之憂 這句後來就變了兩種很不同的解法 因為股民就是這麼衰 泰國太簡單了 一個字兩個字 主廚又不知道 第一個解法 就是說 可能孔武伯是一個年輕人 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也做了一些很放蕩的事 所以孔子就告解他 其實天下間的父母 對子女 都是最怕這個子女是病 出了事 或者受傷 你要記住這件事 你要愛惜自己的身體 這是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 那些人又說 又不同了 將主旨調絕到他 父母為其 其是放在父母那裏 我們作為子女 應該時時關心父母的健康 看著父母有什麼不舒服的病 及早來孔子 來孔子 來孔子 帶他看醫生 幫他保養身體 兩種都解得通 如果你問我誰解釋得對 兩個解釋 都有人說對 兩個都要 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也要孔子父母 好 現在3時40分 不如我們休息 少許時間